大家好 我是产品部的Alita 欢迎大家来到2月的成功学院 刚刚过完元宵佳节 祝愿大家顺利开启牛年 牛气冲天 截止到目前 2021年爱多美商城 已经上市了很多大家喜爱的产品 1月份我们上市了 隔离霜 卸妆水 玫瑰喷雾 和集中护理安瓶 口腔便携妆 2月又上市了三款 每日面膜 红景天奶极早片 以及大家喜爱的 土豆蔬菜拉面 以及养霸叶 如属家珍一般 真是琳琅满目 那2月过去 又是春暖花开的3月了 那爱多美未来 这几个月 又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 爱多美柔护贝贝系列 柔护贝贝系列产品呢 也被大家判来了 上次的播出 大家对这套产品也是非常的期待 是焦热肌肤 巧手以盼的产品 无论是从成分配方上 还是从使用感上 都贴心的为焦热肌肤着想 比如这款沐浴护发一体的产品 是微泡的配方 让头皮和身体都不会过度去除油脂 温和的去除污垢的同时 又能够维护好肌肤的屏障 同时考虑到皮肤的油脂分泌不同 对护肤的产品的质地设计也更加细致 有乳液和霜 一个质地非常的轻薄易吸收 另外一个呢 非常的润泽风银更加滋润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爱多美美容仪 自从爱多美集中护理安瓶上市之后 会员们就不断的在询问 什么时候上市我们的美容仪 总觉得没有美容仪 我们的安瓶就像失去了灵魂 其实不然 美容仪不专门是为了安瓶设计的 任何护肤品都可以搭配 爱多美的美容仪来使用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爱多美美容仪基于电穿孔法 开发的新概念皮肤美容仪 能够促使化妆品成分 能够有效的被吸收 它一共有四个模式 分别是蓝光模式 白光模式 紫光模式 和红光模式 这里呢跟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仪器的按键和设置 上面这个是电源和强度按钮 主要负责的是开关和强度的大小 开关大家一般都知道 是长按就是开关 我们一起来 好启动了 一共有三个强度 从小到中到大 按一下 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小中大 大家不要觉得强度大就是好 一定要根据肌肤的适应能力 来选择适当的强度 那么下面这个按钮呢 就是模式键 用来切换模式和功能的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到的就是蓝光模式 大家也可以从仪器的后背和前面能看到 一个蓝光 看到了吗 这边有蓝色的光 这就是说明我们启动了是蓝光模式 是一种基础模式 它会有温热 会有震动 还有微电流 那我们在涂抹皮肤这个产品之后呢 用在我们的肌肤上 有一种微微热 微麻的感觉 不用担心 这正是电窗孔的技术的微电流 如果感觉到不舒服 可以带肌肤的水分吸收一下 再来使用这个仪器 那么接下来我来切换它的白光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蓝光变成了白光 这个就是白光模式 后面这个灯也变成了白色 它的振动频率呢 跟我们的蓝光也是不同的 可以帮助肌肤提亮 配合我们的提亮的产品一起使用呢 效果更加 来再来切换一下它的功能模式 变成了紫光模式 切换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还有后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紫色的光 这个频率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肌肤的弹性 所以配上紧致肌肤的产品 以及抗老的产品 它的效果会加成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 最后的这个是一个红光模式 是四个模式当中 唯一一个没有微电流的模式 只有热和震动 单独切换好之后呢 它是一个温热的模式 如果你想要加上震动 那我们就调节这个强度 它的二档 还有三档 就是温热加上震动 大家可以记住了 最后一个模式是没有电流的 好 那我们再把它长按 好 关掉 好了 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 仪器虽然是可以助力护肤的 但是一定要科学安全的使用 现在我要给大家敲黑板了 第一 如果肌肤呢敏感 胶弱千万不要使用 第二 皮肤上如果有炎症 伤口 千万不要使用 第三 微电流呢 有微麻的刺激感 所以一定要遵循选择适合的强度 减少皮肤上的水分 可适当的减少这种微麻感 第四 每次使用不要超过五分钟 每次呢 仅使用一个模式即可 千万不要四个模式都轮流来一遍 皮肤受不了这个刺激 第五 也是很关键的 如果你遇到不适 请马上停止使用 好 以上呢 是给大家提的醒 也希望大家购买钱 好好看网站上的介绍说明 购买后 要在使用产品前 一定要好好地阅读 我们的产品说明书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爱多美 浓密卷翘睫毛膏 睫毛弯弯 眼睛眨眨 有没有看出来 今天的眼睛 是不是比往常更加有神呢 因为今天啊 我提前试用了 即将会上市的爱多美 浓密卷翘睫毛膏 我其实生活里 是一个不怎么化眼妆的 一个人 因为怕麻烦 却是眼妆呢 也很费时间 而且需要耐心和技巧 最主要的是 卸起妆来 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卸眼妆的时候的场面 也是非常的惊悚 所以我化妆的时候 常常在眼妆的部分 喜欢偷懒 但今天这款睫毛膏 就拿住了我的痛点 效果当然是棒棒的 我们的刷头 我们的刷头加上膏体 可以让睫毛 均匀的包裹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刷头 非常的密 我们的这个刷头 包裹着膏体呢 可以让我们的睫毛 均匀的涂刷上 我们的这个睫毛膏体 并且呢 能够卷翘成型 最妙的是 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 它是温水可卸除的 一款睫毛膏 只需要温水 就可以轻松卸除 不用来来回回的卸妆液 然后化妆棉 再截面乳 再轮流揉令一遍 原本就很脆弱的眼周 所以有些会员 可能也要担心啊 那你温水可卸除 是不是会容易化妆啊 晕妆呢 答案是 当然不 它不容易被 汗和皮脂和水影响 具有超强的定型力 睫毛不结块 不飞粉的现象 干净俐落的眼妆 轻松打造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们都怎么说 这款浓密卷翘睫毛膏 真的是太好用了 它不光浓密卷翘 而且拉长和定型的效果 也特别的好 刷上去以后 瞬间定型 对于早上急着上班 和晚上急着约会的我来说 真的是福音啊 爱多美浓密卷翘睫毛膏 妆感好 一整天不晕妆 卸妆也同样容易 40度的温水就可以轻松细除哦 看来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一个新的睫毛膏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它的上市吧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舒缓 修护 截面折离 转眼就到三月了 这个季节真的是让很多人又痛又爱 天气转暖 春意盎然 同时也是肌肤接受挑战的季节 经过一个冬天的考验 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焦弱起来 泛红 不适 总是不寝自来 那么焦弱肌肤 该如何呵护自己的皮肤呢 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款 艾多美 舒缓 修护 截面折离 是一款弱酸性的截面产品 更加贴近肌肤的弱酸环境 温和 不刺激 它的名字当中隐藏了它的一个核心成分 它叫Real Sica 那么这个Sica呢 就是脊血草英文名的缩写 脊血草的名字 又被称之为老虎草 有一个传说故事 老虎受伤以后 就会找到这种草 只要在这个草上呢 蹭一蹭 就能够帮助老虎愈合伤口 所以它又名叫老虎草 当然啊 这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啦 这种植物的提取物 在护肤领域中 常常用在舒缓肌肤 缓解胶弱肌肤的不适感等等 而且 大家知道吗 这款截面 折离的使用感 非常的清爽 有温和 泡沫更加的柔和 并且 它的清洁力并不弱哦 淡妆和轻薄的防晒 也是可以卸除一些的 不过如果妆容比较重 当然还是需要 专业的卸妆产品 来配合使用 在迎接春天前 让我们的肌肤 更加的维稳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艾多美胶原蛋白碳饮料 这款产品 我真的已经等了很久 那就是艾多美的胶原蛋白饮 光听到名字 相信艾美的朋友 都不希望我介绍 就知道它对平滑肌肤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大家对胶原蛋白的了解 只是冰山一角 艾多美胶原蛋白是人体构造组织中 重要的结构性蛋白质 是人体组织中的主要成分 占肌肤 骨骼 关节 头发等体内全部蛋白质的30% 但是占皮肤真皮层呢 有8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胶原蛋白自身合成率会降低 流失的会更加快 所以从内而外的补充有效的 吸收更好的胶原蛋白 才是关键 艾多美胶原蛋白饮 是来自于鱼鳞的小分子胶原蛋白质 仅有512-2吨 鱼鳞来源的胶原蛋白 它的结构与皮肤的细胞结构 是相类似的 所以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分子小 吸收好 已经足够吸引我了 关键是它颜值高 小小一瓶 随身携带 藏在包里 偷偷变美丽 赶紧来一瓶桃子口味 最爱的口味 它的口感也是非常非常好 让我们由内而外的拥有健康和美丽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以上就是近期在筹备的新品了 我知道大家肯定都关心 它们的上市时间 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 所有进口的产品都会加强消毒 艾多美的产品也不例外 所以上市的时间会有所影响 但是一旦确定 我们会尽快的通过公司公布给大家 大家以商城公布的上市时间为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一起开启牛年牛气冲天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我们下市场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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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